人魚竖琴 海底王國 桑北 有寶珠的反應 是這個意思嗎 这就是宽宽的宽宽 呃 剛剛樹枝已經有反應了 呃 剛剛樹枝已經有反應了 樹枝為什麼長得這麼不一樣啊 是性別不一樣嗎 這個店員是鯊魚 但是他聽不懂人話 是性別不一樣啊 是性別不一樣 是性別不一樣 哇 看起來好有氣勢喔 一上來就直接進入正題耶 這麼容易就給了主角 對一下子就收集到第三個寶珠 我看過了 ロミア和基内的故事 丘上了人魚是泡沫而消失 超過這個寶珠的愛人 是他們的第一次 人間と人魚は、共に生きる道を何度も探してきました けれど、それは叶うことのない夢 如果我能看, Blood and体が弱く 未熟な心を持った人間人は、とても危うい 嗯...原來如此 他也知道他是勇者 未盡之戀的見證人 是說海底王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友善耶 這個寶珠得來的有點太容易了 現在這邊有一個支線 是說這個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應該不是200年前之類的吧 達哈路奈喔 這裡是羅蜜亞的家耶 可是你主人已經不會回來了 唱歌的小朋友會在哪裡呢 重點是那個人還會是小朋友嗎 考德爾先生的歌聲 誰啊 這一位嗎 嗯...看來不是 嗯...看來不是 嗯? 嗯... 哈哈哈哈 天啊已經是老爺爺了 沒有看來不是 對 perhaps 混蛋到了 盛 utilise 沒關係 算一下 看到你 怎麼想 干啥呢 现在回到海面了 然后地图上的西边啊 有出现了粉红色的金炭号 那就先过去那边看看吧 已经可以看到 这边也有一个光柱 这就是之前经过但是发现进不来的地方 现在来到了一个新的地图 但是并没有特别说要去什么地方 那最近的应该就是那个徽章女子学园 之前在索尔提科镇里面的度假饭店 那边有提到这个学园嘛 都是女生就读的学校 先去那边看看吧 热烈欢迎持有小徽章的访客 哇 哇 真的就是一间学校的样子 这个校舍好漂亮哦 哇 而且不是只有人类耶 这是在合唱 这是他们笑歌吗 等一下 里面是不是混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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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窈窕淑女啊 服了 欸 哈! 呃? 呃...他有什麼事嗎? 呃... 所以這位是校長嗎? 一個怪老頭 十徽章的少女同像 什麼優雅的撿起小徽章 所以在這邊的史萊姆也是女的囉 他有名字耶 oh my god 這裡是女的 什麼 他是老師 校長就在中間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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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人 我的名字是 我名字是 好可憐 富翁 好可憐 好可憐 光私 兇 人們 好可憐 我又學校 是 to 在哪裡 我超長的小別 ற 呃...所以男生不能收集徽章嗎? 哈哈哈哈 呃...感覺施惟亞會非常想要來上這裡的學校 可做學生 你有問過主角的意願嗎? 你有問過主角的意願嗎? 你有問人家願不願意啊? 喔對,之前在索爾提克陣已經有拿到極硬布 嗯? 旁邊又有徽章 是說這個黑板上有怪物的塗鴉欸 怪鳥寶玉 梅達恰特地方東邊盡頭有一個 長久以來拒絕人們造訪的人機未至山谷 就是怪鳥幽谷 有巨大鳥形怪物 極樂鳥不為人知的巢穴 極樂鳥bes 極樂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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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螺絲的 4.有螺絲的 3.有螺絲的 4.有螺絲的 喔~~~ 可以看以前的回憶啦 就是一個播放器 有一個那個約旗族耶 在這裡 在這裡 今天在海底王國找到了第三個寶珠 然後來到了非常奇妙的徽章女子學院 到底為什麼要把徽章跟女子結合在一起 那今天就先進行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